记者黄良杰高雄报道,热血的小黄女司机求助新兴分局暖景,一直开到飞车奔驰,将晕眩低血压的妇人及时送医,开到救人的影片曝光,家属金向钱金所远景致谢。 前金所今天表示,寻左洪志源,警员陈宝玉于昨晚间7时寻京贤京区巴德二路,自立一路路口时,突然遭一台计程车拦下请求协助,求姓女司机慌张地向警方求助,指车上女乘客突然感到不适,表示自己临时遇到这种状况不知该如何,应该时段数交通尖锋时间,为不耽误就医时间。 警方决定帮计程车前导鸣笛开道,途中不到五分钟内就到达了大同医院急诊室,经送医后了解,蔡姓女乘客,65岁,疑似因为低血压才会引起虚脱,头晕的症状,所幸在急诊室观察后就恢复健康,在一旁的家属也终于能够松一口气。 蔡姓女向警方表示,外出时身体就稍微感到不适,当时心想小小的不舒服应还能忍受,晚一点在自行至医院就医,不料,在车上却感到越来越不舒服,还一度感到虚脱晕眩,所幸遇到了热心的司机及警方热心开道, 才能及时到急诊就医,家属今天也特向警方表示感谢。